美美,美国没必要患上恐怀症。与中国共处不难。 中华网。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4月25日,刊载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中国海洋研究所教授莱尔·J·戈德斯坦题为《美国真的需要惧怕中国吗?》的文章称,近来,美国的政治生活充斥住中国威胁综合征。 但在当前与俄罗斯、伊朗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候,疏远中国是很不明智的。 文章称,随住3月中旬以来台湾海峡局是因台湾旅行法的通过而升温,华盛顿的许多对华鹰派似乎决议要测试北京的红线,或许是希望中国也会不再保持谨慎,这样终于可以在中国变得过于强大而难以抗衡之前,开始流血的事情。 这当然是极为蛮干的做法。文章称,为何美国的恐慌症严重到了如此程度? 文章认为,修西底德或许提供了答案,因为他强调斯巴达在看到雅典崛起时是被恐惧所压倒。 但幸运的是,美国的恐慌症在某些历史真相的强烈映照下快速消散。 文章称,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出现之前就是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大国,这是普争的事实。 而且,中国在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曾经走过极为艰难而痛苦的道路,所谓百年国耻,这也是无可争辩的,因此它有权寻求可靠的防御和安全手段。 北京试图及保卫其海上通道,同时又,按照开罗宣言所规定的那样,收回在被日本多次掠夺中失去的领土,这其中有任何出人意料之处吗? 文章称,这些相当显而易见的历史结论只会增强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罗斯一周前在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作的有先见之明的结论。 文章称,它说,任何关于如何遏制中国,牵制中国或平衡中国崛起以及如何加强美国的盟友关系的提案都是不切实际的。 美国与其说抓住过时的认为美国有支配地位的观念不放,不如进行调整,适应东亚新的力量对比。 文章认为,中国的意图相对良好,与中国妥协应该不会太难。